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背景的篱笆和梯子能看出是同一背景拍摄 只是老人换成了骆驼挑子 这种挑子是当年上海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流动食品摊 所光顾的也都是些底层的穷苦人 他们就在挑子旁边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进餐 汤姆森说 和英国人丰富的食品和营养相比 这些吃食实在少得可怜 同时他又惊叹 吃得很少的中国人 却能完成大量繁重的体力工作 挑富 依然在竹篱笆前的梯子下拍的照片 这次的主角换成了一名拿着扁单的男子 扁单的一头拴着麻绳 这些简陋的东西加上他的利益 就是他得以生存下去的全部资本 女商贩 沿街叫卖的女商贩 一只手抱着很多条肘 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些竹边的篮子 她穿着破酒衣衫 脚下的鞋子也为过于破酒已经变形 戴眼镜的人 汤姆森对这种打扮的人表达出了厌恶之情 虽然这些人在拥挤的上海街道经常可以看到 但他们的身份实在难以琢磨 可能是学者 也可能是占卜是火医生 小编以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心理 大概是因为洋人难以看透这类知识分子的心思所导致的 端久的男子 一名年轻的仆人 脑厚的辫子细长垂地 手中的盘子里装着鸡尾酒的配料 鸡尾酒是当时公认的 一种提神饮料 他用各种酒和饮料混合而成 颜色鲜艳漂亮 汤姆森介绍说 图中的少年已经能够很熟练地调配了 少年囚犯 戴家的少年囚犯 不知因为犯了什么错被罚失重 他的辫子被拴在门框上 令他无法走动 脸上脏兮兮的 神情里并没有羞愧和不安 买办 买办是帮助洋人 和中国人进行贸易的中间商人 这些人从前在教会学校学习或受过高等教育 懂洋文 可以给洋人充当翻译 除此之外 他们都还经营有自己的商铺 是当时社会上的有钱一组 士兵 年轻的清兵 戴着头巾 穿着制服 一脚踏在一座公馆前的台阶上 看上去很健壮 清兵分为八旗军和陆营军 其中八旗军由满洲八旗 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组成 陆营军则主要由招募的汉人组成 福州女子 汤普森在摄影棚里拍摄的照片 一名来自福州的一嫂 已婚女子 过小脚 穿着皱巴巴的土布衣服 她的脑后梳着很大的发迹 并不是那种有代表性的三把刀发型 广州女子 这名女子来自广州 一手拿着手帕 一手拎着羊伞 她的发型非常复杂 是一种被称为茶壶的发型 在当时非常流行 但每一次梳理都要花去很多时间 澳门女子 戴着格子头巾 穿皮鞋 目光犀利 拿着代表时尚的遮阳伞 在另一张照片中 汤普森又说这名女子来自香港 可能是两地距离比较近 服饰基本相同的缘故吧 上海女子 这是一名上海当地的女子 穿宽袍大袖 书切尾 戴抹额 面容娇好纯净 女子合影 三名上海女子的合影 其中有前面图中的那名女子 她和女伴促膝坐在太师椅上 一名庸人侧身站在后面 汤普森注视这些女子身上带着不少用不同材质制作的首饰 而这些东西基本是她们倾其所有值班的 洗脚 过去的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宜角视人的 尤其是禅足的女子 图中这位女子来自南方地区 一双天祖 在那个时代不受裹脚之苦 实在是幸运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一名僧人站在巨大的覆盆旁边 南京大报恩寺 僧人正在督促工人加快进度修复寺庙 然而这座寺庙最终也没有修缮完成 在南京市 汤姆逊拍摄的金灵机器制造局 南京中华门外西街一带的居民区 经过太平天国战乱的破坏后 似乎恢复了一些人气 房屋很多 但是杂乱和破旧还是一览无余 与景物照相比汤姆逊拍摄的人物 更让人印象深刻 他拍摄了大量的妇女人像 有汉人的 也有奇人的 很多人的装扮 神情在今天看来依旧很美 很动人 贵族家庭的女眷 穿着和头饰都很精致 不知是不是不习惯面对镜头的缘故 表情显得很僵硬 汤姆逊拍摄的晚清是中国南方的农民 一个富家的小姐 在当时的社会 富人出门前必须做好细致的装扮 否则便会有失身份 一位妻人 他的先人再也曾有过功绩 然而到他这一带却没落了 只好在使馆区做耕赋来维持生活 汤姆逊说他拍这张照时 很明显感觉他抽过鸦片 一个富人家庭正在吃饭 桌上的菜很是丰盛 旁边还有同仆服饰 同样是上一幅照片中的富裕家庭 几名工人站在一个角落 等雇主家人吃完饭后 他们才能开饭 从这些可以看出 当时社会阶层分化至严重 1862年 约翰·汤姆森开始在亚洲各国拍摄照片 1866年返回英国后 展出了他在亚洲拍摄的作品 1869年 汤姆森再次来到中国 凭借良好的沟通能力 他拍摄到了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等个阶层的影像 并介绍给西方人 他是第一个广泛传播中国的西方人摄影家 为此他专门学习过中国语言和文化 汤姆逊去世后 他的照片被伦敦的维亚康姆图书馆收藏 汤姆逊来到中国时 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接触过照相机 很多人相信照相机会将人的魂魄射走 有这种想法最著名的人物是慈禧太后 为此闹出了笑话 汤姆逊在拍摄过程中 就曾被有这种想法的人扔进过水里 西方摄影师早期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大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 拍摄的人物也大多神情木论和呆板 而汤姆逊镜头中的中国则更多是放松和美好的 汤姆逊拍摄的照片较多 本图集只选取一部分 由于年代久远 都经过后期处理 汤姆逊说 他拍摄的这些人中 虽有从未见过照相机的恐惧 但也多少反映了整体国民的精神面貌 就像这看起来庞大 其实虚弱不堪的大清帝国一样 毫无生气 正等待一场激烈的变革 来挽救其不断衰弱的命运